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让世界更美好 不久前新闻传来了 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 拍摄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的导演 齐柏林不幸坠机理难 因为热爱飞行与摄影 齐柏林进入国道新建工程局议认识后 因演员忌讳的获得航空公司赞助 成了兼职空拍摄影师 然而台湾的美景虽从高处一览无异 却也让他看见难以掩饰的大规模破坏 在拍下921地震满目苍蝇的景象 2009年莫拉克封灾后 齐柏林决定放弃三年后 就可以到手的退休金 投入拍摄看见台湾的纪录片 在各种复杂因素挑战下 长达三年的拍摄期间 齐柏林的每一趟飞行都像是一场未知的赌注 例如纪录片最后 由原生和唱团小朋友 亲自爬上玉山竹峰顶的场景 此一行人在天未亮的时候 在摄氏灵度下在风口后守候了将近一个小时 得来不易的场景 当时马彼得校长带领所有的孩子一起祷告 希望耗资几十万的一趟拍摄 不要前功尽弃了 后来云雾果然散去 顺利攻顶 纪录片最后一幕 就像齐柏林向台湾社会的喊话 透过原民孩子的拍首歌 让仰望上帝的决心 活泼旋律 为台湾注入正向力量 有人曾经这么形容齐柏林说 他用接近上帝的视角看见台湾 然而对齐柏林而言 最令他感动的是 却是很多观众的回馈 说他们在看完电影后 如何开始重视环保 如何意识到自己拿的太多 给的太少 甚至能够进一步的深思 我该做什么 齐柏林说 影片当然不可能为困境 立刻带来全面的改变 但我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从知道开始 让爱台湾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或是口号 而是真的以行动来 回应爱台湾的生活态度 亲爱的朋友 对于现今的环境 我们很容易就抱怨 也很快就能够指出 哪里不对 哪里不好 需要改变改善 或许大家说的可能都是事实 但是只会说话 对于现况是于事无补的 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 是如同齐柏林导演所说的 要有真实的行动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意思是上帝希望 我们能够体会 他良善的心肠 抱着的强烈的正义感 在看见和上帝心意不合的事实 例如不公义 不人道 受孽 欺压 贫穷 疾病 家庭破碎 私人等等 我们能够用实际 宿主行动 尽上自己的一本心力 上帝希望 我们能够成为世界问题的答案 去关心这些问题 而不是逃避问题 或是自身于世界的挑战和困难之外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 当我们开始将城市国家未来的命运绑在一起 把城市国家视为我们的责任时 那时上帝就更能更多的祝福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国家 今天就试着去做你能做的吧 或许是去关心 作为需要帮助的人 或是对这个社会人带改进的地方 多一些祝福鼓励 又或是在生活中减少一些能源的浪费 只要你我付出一点行动 相信都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就在早安Easy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